刚刚的这一段程式嘛 如果假设你录制一直有问题 卡住的话 没关系你课后再练习 那你或者甚至你可以先拿这一段程式把它Ctrl C 这一段是黑名单筛选嘛 在第二页的地方 然后呢把它Ctrl V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那个模组里面 所以其实这边有个模组 如果没有模组你按右键插入模组也可以啦 OK然后呢把它贴上去 好像我把它盖过去好了 就这一段 其实基本上跟我刚刚做的东西一模一样啦 OK然后做完之后一样再插入一个按钮 然后清除可能问题比较少一些些 然后按一下这个 其实来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都一模一样才对 它一样会帮我把它切过来 然后游标放这边 输入公式然后再筛选 筛选完得到结果把它贴过来 大概是这样而已啦 好那再来清除就完成了 OK 接下来的话呢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我们不用录制的 因为前面一直讲 像很多地方都是用录制的 那当然除了用录制之外 你讲说老师那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写 自己写的话该怎么写 OK 所以比如说刚刚这两 两个句集 其实都是按照步骤 他帮我把我的滑鼠 的位置 记录下滑鼠跟键盘的位置 记录下来 帮我转 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那个VBA的程式 OK 那可是实际上 我们有时候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们的按钮 难度又更高了 主要的原因是在 这里啦 就说 其实大家可能会 比较会有问题 应该是跨工作表 也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将来的按钮 会是在这个工作表 那我们的资料 查询的资料在这个工作表 所以你要考虑到 如果你在自己本身 因为将来我们按钮 会是在查询结果 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如果说将来 你是在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加上 那个工作表名称 可是如果你要切到 这个工作表的话 那记得 你前面就要加上 哪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最大的问题点 因为很多同学 对那个跨工作表的 这个部分 可能还不太习惯 你可以看到 所以哦 像刚刚我们录制的剧集 你会发现 如果我切到哪个工作表 这边会多一个叫SHITS 那所谓的SHITS 就工作表物件 那后面的话 刮糊里面 就是哪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哦 第一个动作就是 帮你把它切到这个工作表 OK 然后游标再放在 哪一个储存格 不过你会发现储存格前面 它并没有加哪一个工作表 OK 不过其实哦 像这个如果假设要自己写程式的话 甚至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写成这样 写成叫Range 写成什么 哪一个SHITS 点 其实可以写 写在同一行就好 哪一个 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 不过好像还是要切过去 所以 如果我们要自己写的话 其实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说呢 我如果不切过去的话 那我直接 假设要指到这个储存格的话 那你前面再加上那个工作表 名称在这个前面就可以了 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范围 或哪一个储存格 那你就前面加上 它的工作表 它就知道了哦 如果是这个工作表 前面有加跟没加 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呢 到底指哪个工作表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那如果我要把它改成自己写的话 所以第一步 底下的话 这边大概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我自己写 那自己怎么写 首先的话 我们要自己写一个VBA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啦 我们的名称 那你可以另外再增加一个新的模组啦 不过我觉得干脆放一起 因为这边只有两个sub 那我干脆写在上面好了 把它Enter一下 名称也许叫什么 黑名单筛选VBA好了 多三个字 VBA Enter 好 那可是你想说 自己写有什么好处哦 我写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如果自己写的话 好处就是说 相对的 程式一定会比较简短 那因为基本上哦 你想说黑名单筛选 我们到底做了几个动作 其实主要哦 重要大概就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公式 我先把那个筛选 就恢复一下 再筛选 如果要恢复 就再点一下 其实我们刚刚做的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把那个公式哦 输入到这个工作表的B2 Ctrl向下 到B1000 哎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做什么呢 做筛选 筛选的话是根据什么范围筛选 就是这个A1到B1到Ctrl向下 这个范围做筛选 那筛选完之后的话 还做什么 所以第二个动作是筛选 筛选的话 其实油标放这边 然后筛选 然后把E的部分筛选出来 这个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把我们找到的资料 把它复制到查询结果的A1 所以第三个动作 那如果说啦 我不用录制的话 我要自己写 那我应该怎么写 这特别重要 所以三个动作 如果要把它写到这个VBA里面 写出程式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 其实就有个好处啦 就是不需要像那个 陆日聚集有这么多程式 如果你写完的话 基本上 只需要一个回圈 为什么要回圈 就是把这个公式丢到这个范围 我先把筛选取消 然后呢 再加上筛选跟复制 所以其实加起来 我印象中五行程式就搞定了 只是说啦 可能难度会相对的比较高一些 所以各位要一点心理准备 那不过没有关系 我先把程式写出来 那回去有时间 可能慢慢再揣摩一下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需要把公式丢到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 B2到 往下的动作 所以如果我要把公式丢到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那以前我们写过类似的程式啦 就是for回圈 for 列的话 i等于第二列 到多少列呢? 1000列 OK Enter两下 打一个nest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的列 范围就是第二列到1000列哦 然后做什么动作呢? 帮我把我的公式丢到 这个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呢? 第i列 i从2开始 到1000 那哪一栏呢? 帮我丢到b栏 等于公式 公式先打两个双引号 那请你把公式贴过来就可以了 OK 所以公式在这里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用第一名称有个好处 你会发现公式非常的简短 而且里面没有双引号 所以你直接把它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贴上 那再来改什么呢? 改这个 这边的话记得什么? 2 当然第一个是2啦 第二个是3 所以把这个2改成i 那改的方法前面讲过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就是把那个2改成i这个变数 然后记得and前后加空白 ok 这个前面有讲过这个规则 所以请各位自己回去再看一下 这个其实蛮常用到的 把那个i串在a的后面 ok 所以第一次就a2 第二次a3 一类推 好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把它执行的话 理论上 应该他会把公式丢到这个范围里面 ok 所以哦 我把这个先删掉一下 cntl去向下 delete掉 好 那如果我把公式 分别 我按f8好了 不然跑太快了 你会发现他这个就丢过来了 他其实一样就把公式 放在这边来 ok 那下一个的话就是i就变成3嘛 所以就变成a3 再过来了 ok 一次类推 所以全部执行 那你会发现全部都跑完了 但是会有个问题哦 因为将来我的按钮 并不是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而是在这个工作表 所以如果我假设 我现在去执行它的话 你会发现他会执行到这里 全部都是0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根据前面的工作表 这个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把它停掉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主要是出在就是说 我现在的工作表 并不是在查询结果 而是在哪一个呢 而在查询名单哦 所以如果我今天按钮在这里 而我要指这个工作表的话 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 哪个储存格的前面 再加上哪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那记得哦 在哪一个储存格的前面 加一个SHITS 刮符 然后呢 名称叫什么 哦 叫查询名单 查询名单 然后后双引号 后刮符 记得后面加一个点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哎 我要输出公式 但是输出公式哦 记得哦 是在哪一个呢 不是在我现在的工作表里面哦 而是在我的前面的这个工作表 的 它的范围里面哦 所以我先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没加这个哦 它会输出到同一个工作表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范围删掉了 里面假设没有 那如果我现在呢 在这一边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哦 它不会执行到我一样同一个哦 而是会指到哪里呢 指到查询名单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没有嘛 那切过来这边有没有 这边就有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加上哪一个工作表点的话 它就会执行到 你所指定的工作表 里面的那一个储存格啦 OK 那你想说标准在哪里 主要是 要看说你将来按钮是会放哪 因为我们将来按钮 我是希望放在 这一个工作表的第三个 第三个按钮 OK 所以呢 那当然呢 我就跨工作表前面就记得加这个 所以哦 让它全部跑完 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它公式呢 就会一个一个帮你把它输入到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那因为有1000个啦 所以你会发现 它会1000个全部帮你跑完了 好 那可是问题来咯 我们第一件事情完成就是 把那个筛选哦 的范围资料丢过来了 那再来第二个什么 筛选 刚刚是游标放B1 然后做什么 做资料里面的筛选嘛 OK 然后点这边一下 把E留下来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写这样的程式的话 我不是用那个录制的哦 我要自己写的话 那怎么写 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呢 你要先告诉他 你要筛选的范围 那就是指的是整个范围 所以一般是指 这一个整个范围 就是A1到B的1000 OK 所以你就跟他讲范围 叫range 范围 范围给他一下 所以范围 然后呢 从A1 记得栏位名称也要加进去 A1到多少呢 到B的1000 这个范围要做什么呢 要做筛选 那筛选的话呢 他的英文名称叫Auto Filter 所以你就点下去之后 然后后面加一个Auto Filter Auto Filter 哎呦 那接下来他会问你几个问题 你会发现后面这边就会带好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他问你说 那你请问一下 你要查哪一蓝啊 那因为我给他两蓝 A蓝跟B蓝 A1到B1000 就指的是这两蓝 那其实我要查的应该是哪一蓝 我要查B蓝 B蓝是第二蓝 所以你输入2就可以了 A1是第一蓝 B是第二蓝 好 逗点 那第二个问题呢 他问你说 那你要针对第二蓝 那你要查什么呢 那请你帮我把1留下来 所以你就输入1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0的话就输入0 我们要1 OK好 两个问题大概就够了 所以筛选后面呢 带两个参数 一个是哪一蓝 你选的这个范围 相对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蓝 第二蓝就B蓝 你要查什么资料 查1帮我留下来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筛选完 但是一样的问题 我将来的按钮也不会是在这边 而会在这个工作表 所以记得 我们刚刚的程式前面呢 请记得一样加上 SHITS查询名单点 这个一定要加 你可以后加没关系 那最后的话呢 那你可以把这个程式跑跑看 理论上应该就筛选出来 最后把我需要的范围抬过去 抬到哪里呢 抬到A1就可以了 抬到这边来 那我要怎么样把找到资料抬过来 一样嘛 你可以先这样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 其实像我的习惯是 我可以让他这边停下来 我让他跑一遍看看 我帮我跑 跑完之后的话呢 他已经帮我把 不过特别注意 你跑的时候呢 一定也要记得 游标一定要放这边 OK 因为你如果没有放这边的话呢 他将来的话 就是你所在的那个位置 那个工作表名称就不对了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让他跑一下 OK 那跑 基本上就是先把公式 这一段是把公式先丢过去 那这一段的话就筛选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所以他基本上就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 这个1 把那个Count if先丢过来 第二个的话呢就筛选 那第三个A已经筛选到了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他留下来就是 1的部分 那最后的话我需要把 A2 一直到Ctrl-Shift向下这个范围 帮我Copy到查询结果的A1 诶 那这个地方程式该怎么写 那这个地方的话特别注意 一样哦 我们如果要把那个范围 哪个范围 A1 A2一直到往下 往下理论上应该到A1000 可是你想说老师不是这边到971吗 实际理论上其他部分都隐藏起来 那隐藏的话你可能还是要选到 所以我们可以拿这个range 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范围的话从A2 B不要选到 因为我们call的话没有要call到那个B栏 所以把A2到A1000这个范围 如果隐藏的话就不call 后面的话加上什么 点Copy Copy到哪里呢 帮我Copy到查询结果里面的A1 所以我可以拖揽一下 把这边复制 A1 好 不过呢 这边还是有个问题 诶 将来按钮会在哪里 将来按钮会在这里 所以呢 理论上我如果call的话 应该是 这边等于来源的部分 前面要加上哪一个工作表 那call到目的的话呢 目的 因为我的目的是跟 这个是跟他在同一个工作表 这个A1呢 指的是同一个工作表 所以同工作表的话呢 那不需要加上工作表名称 你直接给他叫range 他就知道原来是在这里 那我们如果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把这个 程式再往上拉 因为我这边设中段 可以把它停在这里 那你会发现 那你会发现刚刚的那个A2到A1000 那你会发现刚刚的那个A2到A1000 里面 那我们看一下 我按F8 他应该理论上 资料就帮我call过来了 OK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就call到这边来了 程式就OK了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到了 这个是自己写的程式 总共5行 底下的话是录制的 但结果你其实理论上都差 最后当然你如果说要把这个 黑名单筛选VBA也建一个按钮的话 那我们可以拿这个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拿这个来改 那这个的话 重新给指定他的聚期 按右键指定聚期 这个叫黑名单VBA OK 然后复制他的名称 把这个名称稍微改一下 叫黑名单VBA好了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 清楚一下 这个是用聚集录制的 那你会发现 他 他有个缺点 就会切过去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把刚刚的程式再跑一下 先把公式丢过去 然后呢 得到的结果筛选完之后 再帮我把结果call到这个A1的储存格里面 OK 其实结果你会发现 应该理论上大同小异 而且说真的 你也如果假设 你没有写过VBA的人的话 其实你可能也不太知道 到底有哪些差异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先签到Visual Basic 请你在刚刚的黑名单筛选上面 再输入那个什么呢 Sub黑名单筛选VBA Enter 然后呢 并且试试看 把刚刚的五行程式打上去 如果实在记不起来没关系 各位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行呢 第三页的地方 所以我刚刚差别只是说我有把那个注解打上去 理论上这个是把公式丢过去 所以前面理论上都有这个我是有向下追踪啦 不过如果这个地方不用向下追踪的话 你其实你可以打一千就可以了 OK 好那这个是刚刚输出公式 然后筛选 再来就是Copy 尤其是Copy这还蛮重要的 其实将来如果说你要把某个范围的资料 Call到另外一个范围 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话 其实写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没想象中复杂 好那请各位试试看 在那个云端白板的第三页的地方 OK 然后把画面停止分享 OK试试看